以前经常有同学问Fintech这种公司 或者是那种比如说我们Chase BOA这种非IT的公司 那么它的IT部门其实不是主要的 经常有这种选择 如果你有多个offer 对吧 就是说去正统的IT公司 还是去那种非IT公司的IT部门 那么现在看的话 大家如果看这个新闻的话 那还劝你还是别去了 对吧 那这里是摩根斯坦利大财源技术部门 惨遭灭门之灾 25%员工被解雇 对吧 那么它 那么一个是可能是 那个中美贸易战啊 这些就是金融公司可能受到点冲击吧 也有对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的Q3财报还是很强劲的 其实并股价还上涨了约25% 而且是这是自摩根斯坦利 自2016年以来的最佳表现 那为什么这样还要裁员呢 对吧 这就是个question了 对吧 那么他说这个血色的金融圈 这里前面还说 据彭摩社报道 自2015年起 该公司就开始削减员工数量 出售部分大宗商业产品业务 那么这里说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指出 华尔街常常在年底前裁员 以避免发放奖金 这很坏 大家也知道 其实很多金融方面的公司吧 它主要是靠奖金的 它base比较低 它往往是靠奖金来 因为奖金占很大一部分比例 那么如果他就到年底 看你的performance 那如果他在年底之前 把你裁掉那笔钱 就不用付了 对吧 摩根斯坦利是自己 是第一个已知实力 随着2020年愈发逼近 其他公司可能相继宣布裁员 就是包括德意志银行 那个裁1.8万 对吧 这个西班牙银行裁3700人 对吧 汇丰银行裁员1万人 所以 然后他说美国11月份 增加了26.6个万就业岗位 超过预期 失业率降至3.5% 为50年来最低 尽管如此 由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 等新型技术的崛起 金融领域受到严重冲击 对吧 那么 他说呢 数据显示呢 美国约130万名银行员工 和英国约50万名银行员工 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 这个也可以列 你现在去亚马逊的话 你看那个客服啊 你去那个 你去用那个online chat 你去用那个 亚马逊你找客服 你可以打电话 对吧 或者是发邮件 还有一种就是online chat 以前的话 他会直接直接连一个客服的人 是真的人在后面 现在他基本上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人 在跟你讲话 讲到实在不行了 需要跟真人talk了 他才给你那个 talk 这样而且其实人工智能 其实往往回答的比那个 真人啊 真人你可能还会有人为的失误 对吧 人工智能如果做的好的话 完全就没有人工失误了 因为他 而且你真人还需要培训 了解这种怎么回答业务上的东西 对吧 但是其实人工智能 其实做到一定程度 他完全可以替代人 那个客服 所以像客服啊 像这种 就是银行的员工 他其实银行员工自己做 可能还到容易出失误 人工智能可能 反倒做的比他更好 包括将来你找account的报税啊 这种的 以后这种职业都会慢慢的被消失 就是被人工智能取代 取代 就是说 因为没必要 因为人做的 不如人工智能做的好 大家完全可以理解 对吧 那么他这里分析是说呢 银行每年在科技方面的支出 高达1500亿美元 高于其他任何行业 尽管新增的就业岗位 可能会抵消部分残源 但是我们结论仍然是 这将是美国银行业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源 摩根斯坦利的年末 财源1500人 四分之一的IT部门 员工被波及 那么这里可以让人知道 就是说 由于新技术 从今的被世界经济 趋势波及的 不仅仅是前台员工 交易员身为一名 编程同样 鲁鲁薄冰 这里想让我想起来 以前美国有这么个事 是一个很天才的一个 孩子吧 就是当时好像是MIT 还是忘了哪个学校 就是 就是就很早就去读了 就是那种真的神童级的 具体名字有点忘了 然后其实这个还被拍的电影了 真的真人真事 然后他当时就是 他这个就是意识非常前卫 当时他 他就相信的就是说 因为他就 他就意识到 人类的将来 就是会被人工智能 或者就是这种机器 或者就电脑这种取代 就是因为当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 就是会被这种取代 可能会反过来控制我们人类 就有点像那个电影里面 那个iRobot 就是说 因为这个事好像 我有点具体忘了 好像还是被CIA给搞了 反正就是最后这个人 好像心态也崩掉了 就是就是 后来他就是回到山里面 那个就是隐姓埋名了八年 八年以后他出来干嘛呢 他其实也没出来 他就给那种各种 因为他这个paper好像也 他当时想发表这个paper 也被那个 大学的那种教授啊什么的 给阻止了啊 就是paper没有发出去啊 所以最后他就是那个 寄那种炸弹给各种大学的教授 造成了好几搞几起那种爆炸事件 然后那些大学教授就就死掉了嘛 然后他就威胁那个政府就要publish他那个paper 反正就是啊那个他那个paper就是大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他他他还有很多粉丝呢啊 具体名字我忘了 大概就这么个事儿啊 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啊 当时很前卫 这个就是真的看得非常远的啊 那么一个神童啊 还拍成电影了 具体我忘了 不好意思就是看过了就忘了啊 反正有这么个电影也拍了啊 然后就就当时轰动一时的就是啊 就是就这个人很聪明就是 然后他记那个最后CIA怎么抓住他的就是大概好像是就通过他那个签字那个自己啊 让他弟弟弟认出来他的自己了 然后才找到他的啊 当时就是因为陆续记了好多那个包裹 包裹打开了就炸弹嘛 那好多那个大学的那种教授啊什么的 对他就报复那种教授啊什么的 anyway他的paper就主要就写的就是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啊 就是说会集气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啊 就是甚至到最后可能控制人类就倒过来了啊 反正很多电影现在很多科幻电影也这样拍啊 反正呃我觉得我有生之年基本看不到这种事吧 除非发展太快了 反正我做IT的还行吧 反正至少不会被淘汰吧 就是说但很多别的行业就陆续的被IT给淘汰了 所以回到回过来说我们主题吧 现在看的话 以前这些学生问不知可否啊 这种问题 那现在看来的话如果是非IT公司的那种IT部门啊 还是别去了啊 劝你别去了 还是去传统的IT公司吧 Flag呀 这种的啊 我没关系吧 我没关系的话 我没关系啦 我没关系啦 那没关系啦 我没关系啦 我没关系啦 感谢观看